来源 红星新闻 红星资本局6月12日消息 近日人还没退休 养老基金先清谈了相关话题引发关注 在这背后 平安基金旗下一直五年持有期养老基金 成立刚满三年便离场 在2045年12月31日以前 本基金侧重于资本增值 当期收益为辅 在2045年12月31日之后 本基金侧重于当期收益 资本增值为辅 这句话出自平安养老目标日期 2045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 市基金中基金FOF 下称平安养老2045年持有FOF的基金合同 其实这已经不是今年以来 首支未能扛过三年大考的养老基金 也称养老FOF 以名称中带有数字的基金为例 这类养老目标日期基金 会基于投资者的退休日期 来构建投资策略 例如2045对应2045年前后退休的人群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 不少产品仅成立三 五年时间便因规模达不到相应要求 而被迫离场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 目前已有基金公司为宝壳自购金一元 也有公司在清盘后已经续发新产品 有公募人士向红星资本局表示 目前市场行情下养老目标基金 能否真正实现投资预期目标 受到一定质疑 这是行业共同的问题 但从长期来看 养老赛道仍是一大趋势 成立三年规模增长不大 年内多支养老FOF宣告清盘 投资者买入后锁定五年不可卖出 基金却成立刚满三年就强制清盘 背后是什么原因 5月17日平安养老20455年持有FOF 发布清算报告 据介绍 该基金成立于2021年4月20日 按照约定 若成立三年后 基金规模贵达两亿元 基金合同便自动终止 因此 该基金于2024年4月20日结束后 终止基金合同 并进入清算程序 资料显示 平安养老20455年持有FOF 作为一支发起式基金 三年前募集成立时 认购总金额约为1290万元 其中包括基金公司按规定自购的1000万元 但截至今年一季度 该基金总规模为3865万元 距离2亿元的目标仍相去甚远 业绩方面 该基金在2021年11月 取得过16.48%的最好收益后 便接连出现亏损 截至基金合同终止当日 亏损幅度达到17.87% 红星资本局统计发现 这并非今年以来 首支未能扛过三年大考的养老FOF型产品 今年1月 普一安盛养老20403年持有FOF发布清算报告 成为年内第一支完成清算的养老FOF 3月18日 中信保证养老20353年持有FOF同样因规模不满2亿元 走向清盘 成立以来亏损超过15% 与此同时也有基金在首个三年期到期时 规模已达2亿元 却在持盈过程中不得不清盘 例如 彭华常乐稳健养老FOF成立于2019年4月22日 成立满三年后继续存续 但截至2024年5月13日 因连续60个工作日 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 触发基金合同约定的终止条款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以来 彭华常乐稳健养老FOF取得了4.14%的收益率 同类排行靠前 去年全市场共7支养老FOF清盘 年内还有超20支将赢三年大考 资料显示 FOF指基金中基金 即以基金为投资标的的一揽子基金组合 实现风险的双重分散 在此基础上 养老FOF以追求养老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为目的 鼓励投资人长期持有 是一种带有封闭运作期的创新型公募产品 以名称中带有数字的基金为例 这类养老目标日期基金 会基于投资者的退休日期来构建投资策略 例如2040、2045就分别对应 2040年、2045年前后退休的人群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 基金成立三、五年后 便被迫结束存续生涯的现象 早已不是孤立 也难免有网友感叹 人还没退休呢 养老基金先清盘了 据Win的统计 2023年 全市场共有七支养老FOF基金清盘 都是因为首个三年期到期后 规模未能超过两亿元 而触发清盘条款 其中 去年10月清盘的长城恒泰养老2040 此前业绩多次排在同类首位 但成立三年 规模只增长200万元 基金净资产 仅0.27亿元 仅从一季度末公布的最新规模来看 2024年 还有哪些养老FOF基金 可能面临清盘危机 据红星资本局不完全统计 接下来 还有泰康福泽 积极养老五年持有 FOF 建信普泽养老20403年持有 FOF 上一恒泰稳健养老一年持有 FOF等20余支 发起时养老 FOF将在今年迎来三年大考 这些产品中 加持养老20455年持有 FOF规模不足900万元 海福通养老20353年持有 FOF规模不足5000万元 若想要保科 其规模需要在三年期满之前 回到两亿元的清盘红线之上 与此同时 6月3日起 中信保诚养老20403年持有 FOF已暂停申购与定投 中信保诚基金 在公告中解释到 原因是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此时 距离该基金三年大考 已不足一个月时间 有公司为保科 自购进一元 业内养老赛道仍是大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 为应对清盘危机 已有基金公司 选择用真金白银自救 包括广发 华安等大型基金公司 例如 广发养老20353年持有 FOF成立于2020年9月9日 截至2023年6月30日 规模为1.18亿元 于是 2023年7月31日 8月7日 广发基金合计申购 该基金9000万元 2023年9月12日 又申购了500万元 华安平衡养老三年持有 FOF成立于2020年12月1日 截至2023年9月30日 规模为1.19亿元 2023年11月2日 15日 华安基金分两次合计申购了 约9000万元 对此 华东地区一家中小型公募人士 向红星资本局表示 一般而言 本身管理规模较大 且产品规模离清盘红线 差距较小的大型公募 可能才会考虑 采取保格行动 而对于预算压力较大的 中小公司来说 到期清盘也是一种选择 该公募人士进一步表示 养老FOF的收益和业务前景 取决于投资基准的表现 与行业和市场整体表现高度相关 目前市场行情下 养老目标基金 能否真正实现投资预期目标 受到一定质疑 这是行业共同的问题 但从长期来看 养老赛道仍是一大趋势 未来或许可以通过 养老指数类产品进行布局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 有公司已在续发新产品 以发起事为主 例如 去年已清盘一支 养老FOF的浦一安盛基金 于今年2月27日 成立了浦一安盛养老目标日期 20505年持有 募资0.1103亿元 此次备受关注的平安基金 已于3月7日 成立了平安养老目标日期 20503年持有 募资0.1012亿元